南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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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占京香 使江东空废前梁军马 而皇叔坐享其力 这恐怕于情于礼 均不公正 子敬乃高明之事 何处此言 常言道 务必归主 京香九郡 从来不是东吴之地 乃刘景生之机也 我主乃景生之地 景生虽枉 其子尚在 以书辅之而取荆州 有何不可 如果 中国却为公子留其占据 尚在情理之中 而今公子远在江下 不在荆州 以书辅之后又如何解释 至今要见公子佛 请公子 请公子 重病在身 不能失礼 望子敬不要怪罪 岂敢 岂敢 疾病在身 不能奉陪 失陪 失陪 公子安心养病 有一句话也许不当讲 紫禁淡讲无妨 若公子不在 公子 再一日 少一日 若公子不在 则另有商议 若公子不在 须将城池 还我东武 紫禁之言 是也 请 请 紫禁 你好糊涂 刘七 正当青春年少 如何就能死去 他若不死 这荆州 何日得还 大都督请放心 讨还荆州 襄阳师弟 包在我身上 至今为何 如此有把握 我观察了 刘琦 满面病态 额上清黑 一定是沉与酒色 病入膏肓 了他不出半年 必死无疑 那时我们在 逃取荆州 让刘备诸葛亮 再难推辞 到那时 诸葛亮若再结果托死 又该如何 若如此 一则大都督见伤已欲 二则 那时出兵讨伐 也名正言顺可安天下之人 大都督 主公围攻合肥 屡战不竭 特令大都督收肥大军 速波兵将赴合肥相助 并请大都督回柴桑养病 西有蜀道天险 北有曹操 东有孙权 我们不敌 唯有南边 薄弱可攻 可令公子刘齐在此养病 并表作为 荆州刺史 以安民心 再刘一元大将镇守 赞保无恙 然后几兵南征 去长沙贵阳 零零五零 广及前梁 以为根本 四郡中 当先取哪一郡 呃 湘江之西 零零最近 可先取之 然后取武陵 湘江之东取贵阳 最后取长沙 刘备诸葛亮率大军南征 首取零零 零零太守刘渡 闻风而降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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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去取贵阳 是 郡师好骗心 我不要人相助 只单独领三千人马 文群城市 我一直需三千人马 贤弟 二人相争 控伤何气 不如抓揪 粘着都便去 如何 来人 备纸验 是 三哥 好 有黑点者 恭贵阳 给个 来 军师 义德不必生气 贵阳虽有子龙去取 尚有武陵郡无人前往 不知将军可愿取此城 早知如此 何必争夺呢 领兵攻城 岂是儿戏 二位若去夺城 许先写下军令状 方可出征 是 太守 刘备若犯我禁 我二人愿为前部 刘备乃大汉皇叔 更见诸葛亮多谋 关于张飞皆万人不敌 金领兵攻城之赵云 当初在长坂坡万马丛中 如入无人之境 贵阳人马不多 莫如 莫如开城投降 以宝城池 使百姓免于战火 包龙爷愿出降 那就照此办吧 是 赵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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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姓赵 我也姓赵 五百年前何是一家呀 将军乃是真定人 我也是真定人 又是同宗又是同乡 倘若将军不弃 屈尊与我结为兄弟 实为万幸 太守之意 正合我心 来人 在 摆鸡品 是 将军 请 请 苍天在上 我常山赵子龙 愿与赵太守结为兄弟 同感共苦生死相助 我常山赵范 愿与赵将军结为兄弟 同感共苦生死相助 好 好 实在是难得 将军掌握四月自然为兄 请受小弟一拜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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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早桑 有五兄弟姐妹 今天遇上贤弟 是我 又多以亲人也 我虽 我虽有一兄 却以弃势 从此我看待将军 便如同亲兄长一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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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与赵将军已结为兄弟 是自家人了 来 快与赵将军针酒 这位赵将军就是当阳长板坡 威震曹君之赵子龙 请坐 请坐 快请坐 先弟 何 何处女子 夹扫凡事 不知扫夫人驾到 云有失敬重 万王见谅 兄长何必客气 来来来 快快坐下饮酒 扫夫人在此 赵云不敢入座 这 你这 兄长 兄长 贤弟 何必凡令嫂取悲 这其中有个缘故 甲兄弃世三年 甲嫂挂居终非了局 弟常劝其改嫁 可是他说 必须要三件事俱全之人 方堪驾之 第一 要文武双全 名闻天下 第二 要相貌堂堂 威仪出众 第三 要与家兄同姓 谁料 这世上竟有如此凑巧之事 兄长堂堂仪表 名震四海 又与家兄同姓 正和我嫂所言 将军若不嫌家嫂冒愁 我愿赔嫁资 与将军结磊一世之亲 岂不妙哉 一派胡言 我与贤弟 我与贤弟 结为兄弟 贤弟嫂及我嫂 岂可作此乱人伦毁刚堂之事 将军若不愿意 可以直言 为何动怒 我堂堂丈夫 岂是道玉窃乡小人 你 我好意待你 你却这番无礼 快快退下 退下 是 赵太守为妻嫂作美 也是装美事 子隆何必如此 赵范既予我结尾兄弟 既若取其嫂事 必惹世人唾骂 此其一业 其嫂再嫁 辩师大劫 此其二业 赵范出降 其心难策 此其三业 主公心定江汉 立足未稳 云安敢为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 近日大势已定 我与军师为你作美 子隆取之如何 天下女子多矣 赵云胆控名誉不利 何患无期 子隆真丈夫 赵范觐见 请 黄叔 黄叔军师祭道贵阳 可为何不进城 赵太守不必客气 君物在身不可久留 来日在行拜访 赵太守 子隆辜负如一片美意 也有她的想法切勿见怪 惭愧 惭愧 赵范现成有功 仍为贵阳太守 谢皇叔 真想不到大哥与军师这么快就来了 你只率三千人马来取武陵 军师放心不下 故随后赶来 没料到义德早已破城了 我与那太守未战几何 他便败战回朝 不想布下龚志从身后将他射死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公志现在何处 在城里整理就输 我看人可封龚志为武陵太守 请 主公 子龙一得又得二郡 云长怕在荆州坐不住了 二弟若得知这几日已夺二郡 定会前来请战攻去长沙 此事何必烦劳二哥 我明天就奔长沙 温将军到 二哥 你真会挑时候来 二弟 大哥 军师 二弟 快快坐下 请 云长 云长不留守荆州 来武陵为何 我来 我来看望大家 别来为我二哥了 有功大家立马 二哥 攻城沙 是你的了 嗯 军师大哥 关于星夜赶路奔来 请战夺起长沙 一步华容道之过 万望容我戴罪立功 只是荆州重地不能无大将守卫 此事好办 我今夜就替二哥去守荆州 那就由云长去攻去长沙 嗯 嗯 军师大哥 关于何时出兵征讨 云长日夜赶路十分辛苦 歇息一两天不放 只是此次征战长沙 事关重大 切不可轻敌啊 长沙太守寒玄 性情暴躁 轻易杀戮 民怨慎重 本不足道 只是他手下有一员大将 乃南洋人 姓黄 明中 自汉深 当年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 后与刘表之职刘盘共守长沙 后世寒暄 这黄中虽年已六旬 却有万夫不当之勇 且文韬武略 无疑不惊 云长此去 许多代军马 前时 子龙取贵阳 易得取武陵 军代三千兵马 云长此次率兵一万 千万小心从事啊 军事过滤了 黄中乃一老族何族倒哉 冠羽不需一万兵马 只率本部五百名孝导手 定战黄中寒暄之首级 限于回下 大哥 若是军师放心不下 我与二哥同去 看那老家伙如之奈何 二弟万万不可轻敌 还是大哥尽管宽心 军机紧急 我就此告退 我诉说二哥 请 太守大人 关羽率部据成纸无礼 哎呀 据说这关羽当年千里走单旗 过五关斩六将 神威无比呀 主公无需忧虑 主公无需忧虑 只凭我这口刀 我这将功 一千个来一千个死 走 老将军 何须老将军出城 为阳陵也能活出关羽 为阎原出城进战 哼 你方投奔来此 且不知道我手下强将如云 还轮不到你立头功 杨凌 在 你率一千兵马 出城交战 是 红脸贼 竟然冒还我长上 老爷杨凌来人 尽快 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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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盛 带我出城捉拿官允 好 来将 莫非就是皇忠 既知我明 怎敢来犯我境 客来居如首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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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兵 我正欲请关羽 何顾明金 关羽神勇 将军今日劳累 我恐将军体力不支 好 明日再战 定将关羽战于马甲 关羽 关羽 快快出镇 你我决于死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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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拖到锦石来取伤 好 好 抓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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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快换马来战 老将军 为何突然栽倒 此马久不上阵 故而尸体 来人 在 将我的青宗马迁来 送于老将军 是 谢太守 老将军 剑法精妙 百发百中 何不射的 太守说的是 来日再战 我将诈败 将其幼稚吊桥 好 而射击 嗯 来日又要恶战 老将军为何毒饮苦酒 是文长 来 坐坐坐 我今日间仔细观战 估知老将军所虑 文长 难得关云长如此意气 他既不忍杀害于我 我又安忍将他射死 若不射 若不射又恐为了太守将领 老将军 老将军 汉玄乃性情暴躁反复无常之小人 何苦为其卖命 文长 老将军 老将军 划死 我去死了 此事不撤 还待合适 黄汉胜有百度穿阳之绝技 今日只设魁鹰是保昨日不杀至恩 意在 快以我绑了 是 干什么 黄忠无罪 我仔细观战三日还敢欺我 如前日不立战必有私心 昨日马施前提他不杀辱必有沟通 今日两番虚设 第三件却只设他的魁鹰 此乃通敌之罪证 看守你若不斩辱必为后患 刀副手 拉出城外斩首之中 是 黄忠 黄忠身为汉臣 死而无汉 皇太守太神 谁再告免便是老贼通党 斩 太守 黄汉胜乃长沙之保证 金沙汉胜 施杀全城百姓也 你 来人 快将叛贼未言给我拿下 是 仲将军 韩玄 残暴不仁 清闲万事 早当出之 愿随我者便来 文成 万万不可 快快落下吊桥 大开城门 迎接官将军进城 请 为言拜见皇叔 诸葛先生 魏将军快快请起 多谢皇叔 大哥 君是 是魏将军到战韩玄县城 还是魏将军率众 救下皇老将军 好 来人 来 将魏言拿下 君是 这是何故 魏言乃有功之人 君是为何如此 拾其路而杀其主 是不忠也 举其地而献其成 是不义也 如此不忠不义之人 何以为臣 故先斩职 以绝后患 先生 君是 万万不可 听到个人 为什么将军 他将军 还有 他将军 此人 恐响者 人人自卉 望军事饶数 今后在主宫帐下 勿生一心 如若不然 我好歹取你手机 多谢 先生 我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 大哥 黄老将军不仅神勇 且忠意无比 自长沙失守 整日闭门谢客 我几次登门拜访 军被拒之门外 只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 休坐相将 如此侠干义胆忠意之事 只有主公亲自去请 夫人 黄老将军这是为何 自从长沙失守以来 他天天都是如此 他总是说 愧对苍天 黄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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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中 经刘备 诸葛亮等人 诚意请求 忠于归顺 刘备自此又得一员大将 夺取零零 武林 贵阳 长沙四郡 使得诸葛亮 利用曹操赤比兵败 无力难尽 孙权全力攻打合肥之际 乘机向南方扩展地盘的战略计划 得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